花蓮縣紫五縣文教慈善協會連續多年在農曆年前舉辦百米發放作業 受到各界的肯定和支持 今年紫五縣募德的經費更充足了 因此除了發放花蓮市的競品戶數外 還增加600份需要發給吉安鄉的弱勢家庭 紫五縣感謝所有善信人士支持和志工夥伴們的付出 讓關懷弱勢的行動更勝利 花蓮縣紫五縣文教慈善協會連續多年 在農曆年前舉辦百米發放作業 受到各界支持及肯定 今年紫五縣募德的經費更充足 因此除了發放花蓮市的競品戶 還增加600份要分送給吉安鄉的弱勢家庭 今天是我們花蓮縣紫五縣文教慈善協會 每年的寒冬送暖 然後送米給我們的一些競品的民眾的活動 也在這邊希望能夠在這個時候給他們一些溫暖 因為我們每年這樣子做 做到讓非常多的這個善信人士 很肯定我們花蓮縣紫五縣文教慈善協會 那今年我們在這個 接受愛心人士的捐贈的時候 我們的量有增加了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擴展到吉安鄉 所以今年我們對吉安鄉的所有這個村 也來做這樣子的一個發放的活動 紫五縣協會創會會長江如林 也特別感謝各界善信人士支持和志工夥伴們的付出 讓關懷弱勢的行動更順利也更有意義 今年是我們花蓮縣紫五縣文教慈善發放我們的愛心名 第14年 那因為我們也讓所有愛心人士捐贈了蠻多的 對我們紫五縣的認同 讓我們的愛心名發放的非常的順利 那我們今年也把這個愛心名發放到吉安 16個村讓16個村的所有弱勢家庭都能收到 接收到我們花蓮縣紫五縣文教慈善協會的愛心 也接收到社會愛心人士的愛心 那我在這裡還是要感謝我們所有的志工 這麼的用心 早上很早就來幫忙了 還是也要感謝我們所有的社會愛心人士的捐贈 謝謝他們 現場還有蓮花獅子會的會友 在幫大家做免費的血糖測試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身體健康 而在1月14號下午 吉安鄉的黃昏市場前廣場 還有一次百米發放 紫五縣希望能夠有更多人一起加入關懷弱勢行列 在睡末寒冬之季 可以讓社會更溫暖祥和 介入會幻視報導